第六十五屆葛萊梅獎 在美國時間五號舉行頒獎典禮 臺灣設計力也再度陽明國際 手牽著手興奮的邊走邊跳上臺領獎 今年是第七度入圍葛萊梅 最佳包裝設計獎的設計師蕭青陽 攜手女兒蕭君舔 共同為淡蘭古道國樂團設計專輯 也終於拿下人生第一座葛萊梅 有別於以往設計音樂專輯的模式 專輯Beginningless Beginning 從音樂概念到包裝設計 都是有蕭青陽與女兒共同發想 參與淡蘭古道的修復過程 藉由祖先走的入圍設計概念 將臺灣風土傳遞給全世界 回顧蕭青陽近四十年的唱片設計生涯 舉凡郭英男胡德夫 陳建年圖騰樂團 男王姐妹花等知名圓民音樂人專輯都曾藉由蕭青陽過人的設計實力 傳遞音樂創作的理念 接下來他也期許能從自身專業的角度持續培育新秀 讓設計傳承下去 有些新聞總部到斯布拉瑞亞美國加州採訪報導 告知名郎 出旨 知名郎 出旨 知名郎 指定 李